今天除了程序不正義之外 我们世代不正义 你知道你这次一次 113亿 把24年度 把24年的这个预算 整个一次发包 好那也没关系 你整个如果 就让你试验成功啦 你现在只处理1200书 1200书 你要这个发挥 113亿 如果整个我们合一合三 场如期除役 共计2万书 如果照这样的预算规模 你必须花到2400亿 2400亿 占如果 合适续建 还要再加500亿 总额3300亿 所以整个让你合一合二 整个除役之后的处理经费 高达2400亿 几乎占了我如果 哇这个我现在讲 假设 3300亿的合适续建 你知道你卷一个合适 然后要处理合一合二 整个下来我先不讲 合适的合肥料怎么处理 这个2400亿就占了七成 你要光是处理你这个高阶的 废合料 而且还会运回来 我说这是第一个 世代不正义 因为你要25年以后 才运回我台湾 这样的成本 为什么这样的高成本 要让我后面的子子孙孙孙 去负担这样的费用 第二个世代不正义 您说这个25年 你们自己也讲了 20年后呢 这个会运回我们台湾 然后呢 在寻找中期长子的储存 20年后 你我都不在这个位置上 你告诉我台湾哪一个地方 他愿意提供给你做中期 这个长子的这个储存 他还是有辐射线的疑虑 包括你花了很大的篇幅 刚才台电董事长 花了很大的篇幅 说好我们怎么的运送 怎么的包装 但是 为什么要那么仔细的阐述它 因为就是还 除了你的布 这个最危险的 这个合肥料你拿走了 其他还是有很多 高辐射的东西在上面呢 你凭什么 让我台湾人民 去承受这样的环境不正义呢 这个就是你前后 根本没有审慎嘛 今天不是释法性的问题 是包括你的成本的不正义 让我后代子孙去 然后你们唯一有一招啦 就是涨电费啦 唯一一招就涨电费 然后你的长子的选址 也没有通盘的考量 二十年后 说快也很快啦 所以这根本就是环境不正义 跟整个税收不正义 你整个税制上已经不平等了 你还要让我 让我整个处理 竟然说我要涨电费 是因为我要处理合肥料 说得过去吗 我可不可以跟你报告一下 因为合肥料它存在已经这个事实 你刚刚提到世代正义 我们必须去面对它 我们必须去处理它 那么我们一定要找各式各样可行的方法 那你告诉我长子要选在哪里 我光是想到二十年后你要运回台湾 含有辐射线的原料还要运回我台湾 但是他 然后那个长子你现在不先想好 因为运回来了 然后之后 然后大家在抗争 然后只好那个到时候会一个场景 就是好从法国运回来了 然后我们台湾还在抗疫 说我不要这个长子放在我台湾 然后就在中间漂流 就在不知道哪一个海洋 场域上就在那边漂流 然后引起国际竞争 因为没有一个家愿意接受这样的辐射 我最后一句话 我最后一句话跟委员报告一下 这样运回来的比运出去的 它的辐射程度 跟它的这个容量啊 都大幅大幅的降低